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 欢迎来到读书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担心诉果》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 这个沈安娜究竟是谁呢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在1948年国民党召开的中央全会 主席台的中间坐的是蒋介石 离蒋介石不远 有一位女子正低头奋笔疾书 她就是沈安娜 素纪元 她打入敌人内部14年的时间 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高层的内幕情报和核心机密 她的故事都记在了这本书里 我们掌声欢迎沈安娜的女儿 华哥放女士 华老师 欢迎您 您是在重庆出生的 是 您出生的时候 您的母亲沈安娜 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做这个工作了吗 是的 我是1940年 在日本鬼子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时候生的 那个时候 我的母亲沈安娜 已经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担任素纪元 已经有两年了 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介绍了 沈安娜作为中共情报员 不是她一个人在战斗 是 就沈安娜和她的丈夫 华明知 两个人 就像那个电视剧《潜伏》看过吗 有一点像那种感觉 是夫妻两个人合作来做的这个情报工作 这叫夫妻情报组 它不是假夫妻 是真夫妻 那潜伏里头是假的 对 这是真夫妻 他们自己是中学的同学 由于共同的理想 由于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工作 他们走到一块 谈情 说爱 就这样恋爱结婚了 哦 那么您的母亲和父亲 就是沈安娜和这个华明知 他们是怎么来配合 我的母亲呢 应该说在台前 她呢 负责搜集情报 就是在国民党 中央党部 党 政 军 这些重要的高层会议 那个时候没有录音机和录音笔啊 怎么办呢 就靠速记 用一种特殊的符号 很快的就把人的语音呢 用符号记录下来了 然后呢 再从这个符号呢 译成汉字 大约需要三倍的时间 所以是一个非常辛苦 非常 好 好 好经历的 这么一个工作 我母亲 把情报搜集来了以后呢 带回家里 然后在家里呢 把她译成 这个汉字 否则我爸爸看不懂 没有人能够看得懂 只有他自己知道 然后我父亲呢 就摘编其中之要 是我们共产党 所需要的那些呢 在极薄的纸上 用极细的笔 把它浓缩 写在小纸片上 很小的 然后呢 把它卷起来 领导联系人来之前呢 就塞在 重庆有很多竹竿啊 还真是塞到那种竹竿里 竹竿里 这个桌子也是竹子的 床也是竹子的 有的时候呢 把它折得很小 放在火柴盒 或者香烟盒里头 藏在家里啊 有一个铁皮箱 现在我这个铁皮箱 还保存着呢 这个铁皮箱上面呢 放了一些吃的米啊 什么的 下面呢 就是放情报 等着要去交接的时候呢 再把这个情报呢 或者是到家里来取 或者是我父亲 我由我的父亲送出去 在马路上 在人皮静的地方 手一搭 两个人装着不认识 然后对面走过 然后一走的 焦急的那一瞬间 手一搭 情报就交出去了 对了 就是这样的 挺不可思议的 沈安娜打入敌人内部的时候 他因为是在那个 国民党的中央做素记 对 所以老是能够看到这个蒋介石 直接能听到蒋介石说的话 对啊 他在1938年的年底呢 是刚刚进入中央党部 就第一次参加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是由蒋介石来主持的 第一次呢 我母亲记得很清楚 就是蒋介石走进来的时候 还看了我母亲一眼 因为从来没有女的来担任素记员 这个时候呢 是第一次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小姐 来担任素记员 她看了一眼呢 然后再走过去 我就问我妈妈了 我说这是你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啊 委员长啊 威宜玲玲啊 我说你紧张吗 她说那有什么好紧张的 她看了我一眼 我也没看她 坐下来 我就低头素记呗 我这个第一次参加 中常会 肯定会有很重要的东西 对我们党有用的 所以我就专心致志的在那记 她讲的呀 是浙江西口口音很重的 但是你妈妈能听懂 能听懂 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打入中央党部 当素记员之前呢 就在浙江省政府担任素记员 为党素记情报 对 我看这书里的细节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就是包括她记录下 蒋介石的一言一行 蒋介石的这个状态 其实这都是情报 是的 情报呢 不仅仅是会议的文件啊 或者是讲话呀 有的时候呢 最高领导人的 她的心理状态 对对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刚才您说的一点没错 我母亲呢 很仔细地把这些呢 都记录下来 有一次呢 还专门从南京到上海 向她的领导 叫吴克坚 面对面的 当面一对一的 来当面进行汇报 主要讲的 就是蒋介石这个委员长 当时在节节败退的时候 他的心理状况 甚至于还流出了眼泪 这对我们党的领导 来掌握蒋介石 这个最高统帅 他的心理 是非常重要的 您母亲曾经 就是拿到过一些 非常重要的情报 是 这些情报 对于我们 我党来做一个决策 就是未来的 对敌斗争的大的决策 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吧 我母亲刚刚打入 国民党中央党部不久 他们就要召开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这个会议之前 就有很多文件 在秘书处 在记要处 就会看得到 那个时候 国民党还和共产党 是国共合作 一致抗日 但是实际上 这个五届五中全会的草案里头 就有两个报告 是秘密的 而且呢 里边渗透着 容共 县共 防共的内容 比如说有一个 内部的秘密的文件 就叫 限制一党实施办法 它处于草稿的状况的时候呢 我母亲看到了 就偷偷地报到 那个重庆八办 去报告 重庆八办就是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对对对 高喊的是国共合作 但是私下在开始在动手脚了 对 所以这个在会议之前 报告给我们党组织呢 带有预警性 然后开会了以后呢 完整的这个文件啊报告啊 我母亲呢 都偷偷地给了我们党组织 我们党组织呢 根据其他的渠道 搜集到的情报呢 就编了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呢 叫摩擦从何而来 从何而来呢 就是从国民党 这个五届五中全会 讲解时的这个变动而来的 所以这个情报呢 对于我们打退 第一次反共高潮啊 起了很重要的配合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是沈安娜使用的 中文的速记符号 呃 他写的是民国28年1月 那就是1939年的1月 这个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 就是刚才我说的 五届五中全会的 就是那次会议 就是会议的记录 是我母亲用毛笔抄政的 我母亲还自己自创了一些 苏联符号 所以就是和秉勋 速记符号对 对照的话呢 也还是看不懂 啊 所以就只有 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一个人能看懂 这就是天书了 绝密的符号了 而且您看 沈安娜的字 写得真漂亮 非常的娟秀啊 这些也是他的本事啊 哦 当然 另外呢 他为人谦和 下面上上下下的关系 都非常好 而且呢 他是朱家华秘书长 因为他原来是 浙江省政府的主席嘛 对我母亲就很熟悉 所以就来董必武 让他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就是借着他和朱家华的 原来就有这么一个紧密的关系 所以呢 他找到了朱家华很容易 朱家华是就给他安排了 这样一个书记 我看书里讲 朱家华是给他安排的特别入党 对 就入国民党啊 入国民党 是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一个保护的 一个保护服 非常重要的保护嘛 由三位国民党的中央委员签名 然后呢 就没有经过层层报批 就可以特别入党了 发的一个党证呢 上面还有一个特字 于是呢 中央党部啊 和其他国民党的机关里啊 就知道了 哎呀 这位沈小姐是特别入党的 是朱家华的后台 这样呢 他就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没错 我母亲当时的名字叫沈婉 女21岁江苏秉讯素纪学校 乡地方行政干部学校素纪员 介绍人同上 介绍人朱家华 陈访先 谢作明 特别入党 直接入党 所以这个真的是 很厉害 很好的掩护了他 而且我看书里写到 沈安娜后来还 跟这个宋美玲 没错 帮宋美玲做素纪 是的 这些对他也是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 那是当然了 那个宋美玲呢 当时是新生活运动 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指导长 很出风头 那个经常要做报告 也需要一个素纪员 推荐他去 我母亲就去了 那么宋美玲呢 穿得很漂亮 荣荣华贵 我母亲呢 也得穿一件 稍微好一点的旗袍 去坐在那儿 给他素纪 大家听到这儿 可能会觉得 这个打入敌人内部 也挺容易嘛 但是实际上 这风险无处不在 随时随地都可能 要出事 书里讲到一件事 就是 沈婉 也就是沈安娜夫妇 他们的直接领导人 就他们都是单线联系 对 徐仲航 是 有一天突然被捕了 这后面是发生了什么 是我父母一生当中 应该说是最危险的一次 你想想直接领导 他们两个人的 当时他没有按规定的时间 来接头 后辈的接头时间 也还是没有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父母就非常着急 而党组织秘密工作的规定呢 是下级 并不知道上级的住处的 只知道呢 他的工作单位 叫做郑中书局 在那里工作 担任一个处长 那么怎么办呢 最后无奈之下呢 就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就说写封信吧 到郑中书局 徐仲航先生收 这封信里头呢 就是家长里短的 就是说孩子有病啊 借了徐大哥一点钱啊 这个月呢 我们还是还不出来 请容我们呢 再过下个月再还它 也就是这么一封信 寄出去了以后呢 就没有几天 就有两个年轻人 到中央党部 在楼下 就让收发室传言上来呢 说有事 请沈小姐下来 我们有事要找她 我母亲一听 这个有可能是不好的事 但是呢 我得摆摆架子 就说有什么事 你们去找处长 我又不认识他们 我干嘛要下去见你们 不见 但是呢 这两个人呢 就说一定要请沈小姐下来 这个徐仲航出事了 这样呢 收发员上来又传话 我母亲一听到 徐仲航出事了 我就问她 我说你这个时候怎么样啊 她说我心要跳到嗓子眼了 但是呢 我又想起来 周恩来 同志交代的 说遇到突然事件 一定要沉着冷静 所以呢 我就咽了一下口水呢 就镇定了一下 决定呢 还是要下去 如果不下去的话 也不好交代 第二呢 要下去的话 我还可以套到一点东西 所以呢 她就下去了 下去呢 这两个显而见是小偷 马上拿出来那封信 说沈小姐 你给徐仲航写的 西风信是吗 我母亲一看赖不掉啊 就说是啊 怎么了 她说西中杭氏共党 被抓起来好几天了 你还要给她写信 难不着共党要收买你吗 她说西中杭氏共党 被抓起来好几天了 你还要给她写信 难不着共党要收买你吗 我母亲一听啊 觉得这个话啊 是很幼稚的 而且呢 就是在这封信上打转转 所以呢 她就沉住心下来呢 就说国难当头嘛 小老百姓跟朋友借几个钱 算得了什么呀 你有什么证据 说她是共党啊 我怎么知道 然后那两人说说 她家里她办公室 有好多反动书籍 就说了这些 那我母亲呢 一甩手 说我不知道 你们说的是什么 有事 你们去找秘书长去吧 就是朱家华 朱家华 就把这顶大帽子呢 给甩出去 压压他们 她就上去了 完了回来了 回到家里呢 赶快给我父亲说 不好了 老徐出事了 两个人呢 就赶快的把炉子搬进屋子里 点上火 就这么烧 而我和我弟弟呢 我两岁多了 我弟弟才一岁 等着要吃饭呢 他们也顾不上我们 后来我妈妈告诉我 说他们都烧完了 一看啊 看见我爬在桌子上 有那么半碗米饭 我就咬着这个米饭啊 在自己的嘴里嚼嚼 嚼烂了以后呢 就拿勺子喂我弟弟 让我弟弟呢 就不哭了 他有点东西吃了 他们呢 就在那烧 所有可能会引起怀疑的东西 都要烧掉 都收拾好了以后 晚上呢 我母亲现在都很 回忆得很清晰的 她说 拉着两个人手拉着手 就在晚上 一个晚上没有睡着觉 就在想怎么办 怎么应付 最后呢 他们想出来 要冷静对付 而且呢 周恩来同志反复强调 要保护好自己 要长期埋伏 所以呢 我们明天一定 还如往常一样 静观事态的变化 他说 如果 我像老徐那样 也进去了的话 明知 你要保护好两个孩子 保护好自己 于是呢 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想 回想起来了 谁呢 就是我的姑父 鲁自成 他是一个老革命 他曾经 三次被捕 三次受酷刑 三次出狱了以后 继续革命 他身上 有巴掌这么大一块 烧红的烙铁 酷刑的时候 烫出来的那个疤痕 我父母 都是看到过的 我父母呢 就回想 说 我们一定要像 鲁大哥那样 他经受着酷刑的考验 只有一句话 叫做 打死了也不说 49年的年初 我们要离开南京了 只有我母亲一个人 留在南京 继续周旋 而我父亲呢 带着我们呢 要偷偷地离开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 撤到上海去 在撤到上海去之前呢 我们全家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因为还是 分离之前 分离的时候 和很多当时的秘密共产党员一样 在分离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死别 所以总要拍一张照片 而且完全都打扮起来 我母亲还烫了头发 给我们打扮得非常好 因为很可能 我母亲要被罗走的 对 因为当时国民党的 中央党部的秘书长 已经指令了 那个时候叫陈立夫 他是秘书长 已经指令了 这么好的数据要带走 要带走 要跟着 要跟着到台湾去 我母亲呢就略失小计 就全身而退 没有跟着他们走 我母亲呢就略失小计 就全身而退 没有跟着他们走 就拿着自己的戒指 拿着自己的印章 交给那个处长 说处长啊 说处长啊 我的丈夫啊 华明智带着孩子啊 全家现在都在上海 我得回上海一趟 料理一下 你放心好了 我肯定跟着你们走的 只要两天就行了 你看 我把我的戒指都放在你 那是一个结婚戒指 还有印章交给你 我去去就回 结果这个处长呢 当时兵荒马乱啊 他们都要逃跑嘛 也就是说 沈小姐啊 快去快回啊 就把我妈给放 我妈就偷偷的 一个人买了火车票 从南京 安全的撤回到上海 就埋伏下来了 等到打过长江了 解放了南京 又解放了上海以后呢 他们俩才从地下 走到地上来 我爸爸把西装 换成了军装 我妈妈把旗袍 也换成了军装 我们孩子都穿上了 当时叫列宁装 就这样呢 迎接了解放 这是解放前 一个是解放后的指教道 沈阳大女士是 95岁的时候 对 对 去世的 她真是有 极为传奇的一生 是 书读到这儿啊 我觉得用什么语言 都很难表达自己内心的 这种感受了 那我们就不如 用我们的掌声 献给这本书的 传奇的女主人公 以及所有那些和她一样的 为了自己坚信的理想 践行一生的人 也谢谢您的分享 谢谢华老师